穿过一条只有一人宽的小巷,有着近300年历史的街屋、彩绘、石阶便呈现在眼前。 近日,记者探访了台湾陆港小镇颇具盛名的古市街——陆港老街。 陆港小镇位于台湾中部彰化平原西北,西林台湾海峡。 1784年与福建正式设港口开渡,其繁华在台湾仅次于台南府城, 故有一辅、二路、三蒙甲之说。港口和世界结构上,小镇也保留了福建风味, 有繁华游四小泉州的美名。 陆港因为没有铁轨,河港又淤色,所以小镇依旧是小镇, 现在是1784年的一个风貌,那这也是一个好处, 就是把传统的原貌又保留下来。 所以这个原貌的保留最负盛名的就是庙宇跟街区。 姚林街、浦头街所在的陆港老街,顺着蜿蜒的河岸而建, 曾是商业鼎盛期最繁华热闹的街区之一。 1986年,陆港老街或编列预算整修维护, 成为全台首个被评定为古迹保存区的街区。 陆港的老街区,它有总共有姚林街20户, 葡萄街有90户,在将近100来户的住商混合的一个街区里面, 我们有卖着传统的工艺,传统的产业, 还有在上住家的一个生活的面貌的呈现, 那这条街区就跟台湾的其他街区不一样, 这是有温度的,有温暖的。 步入陆港镇铺头街8号的春林雅堂, 古香古色的小古董,手工艺品,琳琅满目。 屋顶褪色的横梁上,龙、狮、花鸟等多对雀蹄, 雕工精湛又不失古朴。 春林雅堂的主人施昭林先生说, 这些古董代表着陆港首艺人的成就, 它有使命保护这里的传统。 住在这条街,我们有使命保持这种旧的传统。 所以我一直收集了这么多老时候, 我们的耳毒木染这些小物件, 我是禁忌止地收这些东西, 让人家可以一次就可以看, 到我的店里面就可以慢慢欣赏, 我这个是不收文票的。 老街上人流最多之处, 是创立于清光绪十三年的老店郑玉珍高炳, 由泉州名师郑锤来台所创。 这里现做些卖的凤眼膏, 造型独特又一函富贵。 松下斋,松林居,东升纪, 街上每一个唐号或商号匾额背后, 几乎都有一段历史故事。 与很多高度商业化的古镇不同的是, 鹿岗小镇可以说是台湾生活面貌的缩影, 既保留了传统捏面、肉皮、 糕饼、乌鱼籽等传统手工业, 也有木雕、玻璃一湿的新兴文创。 在这里,既能看到游客在商铺中品尝体味, 也能见到当地人骑着摩托穿过街巷。 鹿岗老街坚守传统工艺文化, 相亲人情的在地居民, 让这里古运流传,生生不息。 游客在这里参观的时候, 可以感觉到两岸的生活面貌的历史原点, 也有看到现代的生活里面的文创产业在这里呈现。 所以我们会发现, 鹿岗老街是一个值得一走再走的风貌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鹿岗老街坚守传统工艺文化。